來到尾關的時候 跟大家多來看一場英超的賽事 水晶宮主場對著熱刺 我選水晶宮的養球珠克和 獸養一球 我買獸養一球是贏得的 起碼和球我也贏了 除非是熱刺贏的 為何我這樣選呢 其實水晶宮的成績是一般的 但他真的經常對著強隊 對著車路士、對著阿仙奴 聯賽杯不要計算 聯賽杯對著某路士寶 聯賽杯水分比較高 不知道他是不是盡力去踢 對著愛華盾 全部都是很有實力的球隊 輸了他也可以很差 但也可以不是很差 我們看看熱刺 熱刺這邊的賽程比較密集 是魔鬼賽程 7號才踢完 接下來星期六又要踢 對上4號踢完 1號踢完 即是他一個星期踢了三場球 接下來再踢一場 10日中要經歷四輪的賽事 他對著歐聯 又有戰線 英超有戰線 聯賽杯也有戰線 而且他對球隊也是硬的 你不要以為他用小力 其實也不是的 大家看看 但是看成績 熱刺一定是好過水晶宮很多 給大家一點今季的成績 大家參考一下 今季其實熱刺作客的成績 相當之好 六贏就一輸 水晶宮是贏都沒有贏過球 所以他和了兩場 而且是入球數字 只有入球 大家可能說到很奇怪 花骨狼你說選水晶宮 為什麼不斷說水晶宮的壞事 不斷說熱刺的好事 沒錯 我告訴你這場 鬼盤 兩個字 說完 鬼盤 熱刺對比上季的作客成績 有過之而無不及 七場贏了六場 上季十九場贏了十場 大家懂得計算吧 水晶宮方面 上年主場不差 今年看到一批屎一樣贏 球都沒有贏過 和了兩場 最重要的是什麼 和兩場輸三場 不要緊 但是你入得兩球 很沒說服力 即是怎樣 告訴我你你不會入球的 那我拼你的和 那我幹嘛要撐你 但是大家看回一件事 上年 上季 一直保持著 其實熱刺作客對著水晶宮 都讓一球或是異常 這樣就讓一球 讓一球球半 但是這次 其實熱刺的讓球半是讓半一 其實熱刺真的很好分 有1.7倍讓半一 平時都讓到這樣 讓到一球球半 加上他現在的成績 比之前有過之而無不及 而水晶宮也跌了一球 此消比獎下 其實應該要讓得深一點 但是不知為何讓了半一 可能對水晶宮的信心 但是剛才和大家分析過 水晶宮不是沒有贏的道理 因為熱刺真的是一個魔鬼賽程 他球員始終都是人 不是鐵膽 所以他十天經歷四場賽事 是非常吃力的 而今場也是作客的賽事 難上加難 水晶宮方面 他雖然經常輸球 但是他真的對著很多強隊 而看回他上年的主場的成績 其實是有在的 只是祭遇可能不太好 今場我搏他有一個可以偷雞 可以贏到熱刺的機會 我看好可以搏一些朋友 可以選他贏 這條三穿四 買五十元住 一條票二百元買 我們一齊看看 分頭也不差 如果中了最高的賠率有九九九點九 好意頭 長長九九 希望大家多贏